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科技,敲黑板,超科,看飘哥 今天咱们预言追踪,讲一讲刚刚发生的日本九州地震 正如印度神童近期所讲的 自然灾害在四月之前会一波接一波 而且会更加的厉害 话音刚刚落,汤家的火山爆发 今天又出现了日本九州地震 油炸花生米钱少叙咱们直接抢 根据日本的NHK报道 日本九州地区发生了6.6级的地震 1月22日凌晨 日本九州地区地震级别达到了6.6级 大分线,宫崎县震感强烈 暂时还没有海啸的预警 日本气象厅消息 此次地震发生于东京的时间22日1时08分 相当于北京时间的0时08分 震中位于北纬32度 东京132.1度 震源深度为40公里 日本气象厅说 此次的地震不会引起海啸 九州地区的大分线 宫崎县震感极为强烈 观测到五强的地震震度 熊本县,福岗县,高池县,广岛县等地有明显的震感 根据日本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 已设立信息联络室 随时收集地震相关信息 也有网上报道 可能在未来几天 余震甚至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截至目前 大分线大分市出现的水管爆裂 宫崎县一名40岁的男子 在地震中摔倒受伤 日本地处全球最活跃的地震带 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 这也是全球地震最多的地震带 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的震度 由弱到强分为0到4级 5弱5强,6弱6强和7级共10个等级 此次的地震是属于5强 这次地震据网友讲 有1万人有强烈的震感 而60万人有轻微的震感 这似乎不是平日里的轻微的摇晃 日本当地的时间16日7时30分 大家还记得吗 在青森严守工程县等等 8个县23万人 受到了海啸预警 刚刚没有过一个星期 这里又出现了地震 希望能够就此止住 而不是像311地震那样 从一连串的小镇而引发剧烈的大震 谈到地震 说两句题外话 从神秘界的角度讲 我们一直要提神秘界 如何来理解这些大的自然灾害呢 正如阿比亚一直强调的 前段时间的印尼塞梅鲁火山爆发 那仅仅就是一个预告 而后来或许会有更大的灾难 那随后就有了汤家的火山大爆炸 相当于是1000个原子弹的挡量 汤家的伤亡情况 飘哥还没有时间去查具体的数字 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个言 或者是留个链接 有人说 这个和预言整到一块 有点扯 但是大自然的运转 任何事件都有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像是量子力学里的观察者效应一样 科学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 地震 海啸等等自然现象 造成的人员的伤亡 比如说印尼的大海啸 二十万人丧生 人们扼腕痛惜 从人道主义来讲 那确实是人类的巨大的伤害 那么从自然的角度讲 这是一种对于身在其中的人的一种重启 都是大自然的自我的重整和警告 回到自然的法则 任何的天灾 从自然的角度来讲都是对自然的一种进化 而这里所说的自然 不仅仅是大家普遍意义上所说的大自然 而是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其自然 皆内涵远远的大于普通意义上的自然 关于自然 咱们有时间单开一举 很多人因为经历了大地震 大海啸 而改变了人生 比如说 在中国的文川大地震 致使十万余人丧生 几十万户的家庭 受到严重的创伤 多少人的人生 从那一个时刻开始 就有了一个大的转折 咱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2004年的12月26日 在印尼苏门达拉岛 西北近海发生的40年以来的 最强烈的当时是8.9级大地震 大家熟知的 李连杰 当时正在带着妻子 两个女儿在马尔代夫度假 而当时的她 正在海中和妻子还有孩子 在船上玩耍 而海啸来得太匆忙 根本就无法逃脱 或者是根本没有时间反应 作为少林高僧 一代影帝 手无寸铁的李连杰 一手抱着女儿 一手拉着保姆 海水淹到了嘴边 有传说 有传说 当时她便发毒誓 不能叫毒誓 或许叫许大怨 她开始是 在海水的冲刷巨大的生死面前 意念里 有着一种执念 说道 如果我们的女儿和全家得救 便从此从善 一辈子献给善良事业 愿意捐献一生 从善 帮助他人 放弃一切 甚至生命 后来 她和家人奇迹般的得救了 而从那个时刻开始 她的人生改变了 劫后余生的她 马上创办了慈善一基金 她直言不讳的说 海啸是直接的原因 这就是自然的重启和选择 有些人选择了离开 有些人选择了重启 其实疫情也是如此 很多人就此选择了离开 有些人就此重启人生 如果真从预言上强扯一下的话 大家知道 对日本近日的预言 也确实是不少的 如日本的漫画家 或者是网上的 2096的穿越者 都预言多次指向了 富士山的爆发 等等 咱们都曾经的分享过 不再赘述 对于11年前 2011年3月11日的 311大地震了前两天 7.3级的地震 就是前阵 真正的大地震 是两天后的9.0级 而刚刚讲过的 印尼的大海啸 也是一连串的地震 所导致的 开始2004年的12月21日 是在印尼的哈马黑拉岛 5.4级地震 而经过了大约两天之后 9.1级的地震 我们不是要引起恐慌 也不是预言 只是给大家还原一个历史 和善意的提醒 希望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 希望大家平安 感谢大家 独在一项微课 每逢孤独看票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